或是放上去 反正最後結果就類似長這樣子 然後String在這邊 總會有這些東西 你可以自己call一下 然後一些 這個 Main裡面的東西 再來就是 Main Attivity 這裡面 怎麼樣儲存 裡面特別注意就是說 第一個 我如果要儲存的時候 是當我按確定的時候 按確定的時候 其實他會執行那個 Finish那個方法 那Finish的話就會觸發什麼 觸發 有沒有還記得那個生命週期吧 那個生命週期裡面的話 還記得就是 On pause 再來什麼 On stop 再來什麼 On destroy 還有影響嗎 好像沒反應 我看一下這個地方的話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在Activity上方 游標放上去 其實書裡面當然也有這張圖 一般的書裡面都有講到那個 生命週期 你游標放上去不用找 就往下找就有了 這邊 有沒有 uncreate unstop unresume 然後呢 當他 跳離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呢 unpause unstop 然後再來就 undestroy 這個時候他才shutdown 所以 其實 如果你們要寫那個儲存的話 好像寫在這三個地 這三個好像都ok 只是說怕 可能當 你寫的位置不對的話 資料可能會 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 可能要試一下 不一樣的生命週期 你要儲存 所以 儲存的 時間點 是在這三個 之一 我覺得unstop 會是最好的 那在什麼時候把資料抓回來呢 那當然就是在 其實你可以發現 什麼時候呢 就在這三個 那哪一個會比較好呢 好像在uncreate會比較好 因為unstop 因為他restart的時候 又會在 如果在restart的時候 是不是又在 讀一下資料 那可能會發生一些 一些不可預期的錯誤 然後unresume ok 所以這個是Active的生命週期表 這個其實我覺得 觀念上很重要 因為你會發現 像我覺得 像有些人使用手機的習慣 不對的話 很容易造成你記憶體 其實很快就不用完了 像我發現很多朋友常常講說 那個 怎麼好像很容易就手機 就會 沒電 手機很快沒電 要不然就很快就 跑得很卡 卡卡的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平常 你如果跳離一個App的時候 你是按Home鍵呢 還是按Back鍵 然後他們都很習慣按Home鍵 因為像Apple也只有一個Home鍵嘛 對不對 可是你按Home鍵的時候 他實際上就躲在後面 所以你如果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他所有的App都是躲在後面 那你很快記憶體就吃光光了 尤其是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第二個是你躲在後面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關掉 所以他一直會消耗你的什麼CPU 消耗你的那個Memory 所以 他會一直在Run 那一直Run的時候呢 相對的 你的電池消耗的也會比較快 所以其實很多人說 奇怪為什麼我手機才剛新買來的 然後很快的電就沒有了 我就問他說你是不是按Home鍵 他說對 請你改變你的習慣好不好 如果你要離開一個App的話 請你按Back鍵 OK Back鍵 跟Home鍵是不同的 因為你Back鍵呢 因為之前我們有測試過有沒有 Back鍵呢 他才會觸發 On Detroit On Detroit 才會Shutdown 如果你按Home鍵呢 他並不會執行On Detroit 他只會Stop Pause Stop 在後面 結果當然不一樣 所以一般我想 比較不會考慮到這些 但是因為你有自己在撰寫程式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知道 原來生命周期是不同的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使用 當然我也在教 我也在教一些應用的課程 在 像公務員訓練處那邊也有教一些 所以 一邊教 一邊設計 其實 我覺得會比較全面一點點 尤其像你們平常如果 很少在用手機的同學 你可以要 多花一點時間去下載別人的App 因為如果你 不懂得 別人的App 哪些是好的哪些不好的 你沒有使用習慣 的經驗值太低的話 你恐怕也不太知道大家的需求 還比較不知道說 操作的那個整個 哪一些App是最好的 所以這一點恐怕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們這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要了解 也許儲存在On Stop 然後呢 再叫出來是On Create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需要做哪些事情 那一樣 我們前面都講過 123法則 所以我這123法則 非常好記 1的話就是 你上面有哪一些 這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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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四個東西 那四個東西就是 宣告四個 然後 這四個的話就是 123 然後一個BT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這樣子比較笨一點 其實你可以 逗點一下 比較好 宣告的話 如果 宣告物件的話 你乾脆 因為他是 同樣東西 那你就 乾脆 把它 123 把它放一起 比較好 然後這兩個 可以低調 OK 這樣不就省兩行 對不對 那這樣的宣告 跟剛剛的宣告 結果是一樣的 OK 第一個 另外的話 因為我們要放三個東西 所以呢 這邊 我第一個是宣告 這個 Prefurnish的Name 這邊有一個變數是放 將來 我儲存在 因為我將來會有一個 XML的一個檔案 那名稱的話呢 我要取一個名稱 就叫這個 叫做 GDA02 這個名稱你自己可以取 另外的話 你要儲存三個東西 所以我取三個名稱叫 Key01 02 03 分別是姓名 電話 地址 OK 所以我分別 產生了 三個字串 那這個三個字串的話 當然你不一定要叫 不一定用final 其實好像用swing 應該也OK 就是直接這個地方不見得一定要status 不見得一定要final 這個所謂status就是放在共用區 共用區的話 就是說 每一個類別都可以 存取得到的地方 final的話是一個常數 這個地方我覺得 這個應該可以拿掉 應該沒有 等下可以try一下 123 這還有一個名稱 接下來的話呢 當我uncreate的時候 123法則前面講過 就是連結 所以連結有三個 然後一個button 一個button的話 是在哪裡 在這裡 其實放一起好了 所以習慣剛剛 剛好就是 把它1234 四個 那再來的話 我需要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這個 share preferenness 當然這個東西的話 你在預設的時候 如果你不知道 怎麼去把它叫出來 就不用死背了 你在android點什麼 點一個content 它是放在那個contents 這個 這個套件裡面 contents裡面的話 點 你就打一個s share preferenness 就有了 OK 有時候不用背了 你就是 像這麼長一串 即便打得出來 但是問題是很容易忘 那沒關係 你就記得怎麼樣 將來import的時候 打一個content 它在content裡面的 share preferenness 裡面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其實裡面有相關說明 各位可以有時間 稍微自己看一下 很簡單 它主要用途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其實是一個什麼 Data storage 可以幫你存一些東西 不過我覺得 它有點是 怎麼講 就是Jama裡面 本身也有 IO的功能 也可以 產生一個文字檔 也可以存資料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有點像 它盡量不要用到Java的東西 然後幫你產生一個更簡單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它的作用跟那個Java裡面的存取文字檔的那個功能 其實差不多 所以有的時候你即使不會這個 你也可以用Java裡面的IO 就是存取的那些功能的類別也OK 那我們還是用它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比較簡單一些 第一個 先把它import進來 第二個的話 我們先講 這個等一下再講 因為這個是 Get 讀取 我們要先看的 就是說 這個是 這個是Get回來的東西 那我們先看什麼 當我 按下確定的時候 它是Finish 所以非常簡單 這個是 Set on Click Listen 就是當我 按下按鈕的時候 就Finish 離開了 所以離開之後的話 會怎麼樣呢 會觸發 On Detroit 這個其實可寫可不寫啦 因為這個只是寫給各位看 就是說確定是有執行到On Detroit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拿掉沒關係 主要呢 你要產生什麼 On Stop 但是如果你這個On Stop沒出現的話 還記得吧 按右鍵 怎麼呢 這個 程式碼 對不對 置換實作方法 裡面你就找一個什麼 On Stop 這個應該前面講過了 所以簡單 重點複習一下 那你就可以把它打勾 它就自動會出現 On Stop 你把它打勾 然後你可以放在 On Creator的後面 按確定 它就自動幫你 產生On Stop 那你就可以撰寫後面的東西 那裡面的話呢 寫哪些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們就是一樣 宣告一個物件 Share Prefinish 這個 把它 當你上面如果拼不出來 你就把上面複製貼過來 然後呢 接下來 特別注意 就是 在這邊建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呢 特別注意 後面記得用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呢 它主要是要去取得 Share Prefinish 存取的權限 所以這裡的話呢 裡面必須要放幾個東西 第一個 你會發現 我把游標放上去 它這邊會有一個方法 告訴你 裡面要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 這個 游標放上去 其實呢 可以參考這裡面的相關說明 第一個 是一個Name 這個Name 意思就是說你將來 寫到 存起來的時候 你要給我一個名稱 那我剛剛有給它一個叫Prename 就是上面那個變數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Mode Mode是什麼呢 Mode就是存取的模式 那這個模式的部分的話呢 這邊有總共有幾個 有那個 Mode的Private 跟什麼呢 Mode的 什麼 這個 Readable 跟Writeable 等等的 不過後來 大家記得好像這個地方 實際上 它說 Use 0 或者是什麼呢 Mode Private For Default Operation 意思就是說呢 你如果只是單單這個App 可以使用的話 單單只有這個App的話 那你就用這一個 但是如果你要給其他的App 也可以 Readable Readable的話 那你就用這一個 這指的是 跟其他的App 的一個共用的權限 還有寫 Readable 不過因為我們這邊 只有一個App 會用到它 所以就直接用0 或者是 Mode Private 那你用0 或者用這個 Mode Private 兩個都可以 當然 打一個0 那會比較簡單 當然你打什麼 Mode Private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 習慣上用0 比較快一點點 OK 那你打什麼呢 Mode Private OK 這個剛剛是一個常數啦 我習慣打個0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存在 我們的那個 根目有個名稱 存取權限就是 我們這個App可以使用 接下來 如果你要存取的話 必須還要再建立一個什麼 子類別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要建立一個Editor 才可以去做什麼 編輯 編輯什麼 編輯這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的話呢 我必須 建立一個叫 Share Preference 店 它有個子類別 子類別的名稱 我建一個物件叫Editor 然後呢 等於什麼 ST這個物件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 Editor 就是說呢 讓它具備有 編輯的這個 這個這個一個 它是也是一個方法 然後呢 可以讓我們去做 那怎麼編輯呢 put a suite 意思是說怎麼樣 把東西放進去 放 這個key key的話是key01 實際上key01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上面這個東西 一個字串 對不對 我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key01 放什麼東西呢 放這個 就是 第一個 這個姓名 前面 前面多加了一個什麼 空白 加 不過其實空白加這個可以拿掉沒關係 因為 擔心說使用者什麼都沒填就按離開會怎樣 什麼都沒填就離開會變成Nur 弄我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這邊 如果他離開 也不會出事的話 那我就塞個空字串 比較保險 因為這個空字串是加一個保險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什麼時候都沒做的話 也不會 城市不會跳離的意思 OK 這個是加一個保險 但不加也可以啦 如果不加你可能要判斷一下 如果他沒輸入的話 你要做後續的 防止錯誤的那一些 那個方式 OK那這邊的話 123 姓名 電話 地址 對不對 然後分別放進去了 放進去 對不對 最後記得什麼 再加一個commit commit是什麼 就是 把他 寫到底面去 因為你 等於是 取得使用者輸入 對不對 然後再commit commit就是 寫到裡面去了 OK 存起來囉 這個時候就確定 然後呢 再來就往下走 底下這個是toast 我想這個只是了解一下 有沒有 去show 我們unstop 這個好像前面講過了 然後 就離開了 就undetoy 然後就結束了 好 那 存起來 對不對 存起來之後的話 下一次 我要把它 再叫出來 所以當uncreate的時候 有沒有uncreate的時候 然後就是到這邊 怎麼把它讀出來 一樣 去把這個 這一行 實際上有沒有發現 跟剛剛很像嘛 反正不論是 寫資料進去 或者是 讀回來 開頭的一行都一樣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如果你只是讀的話 就不用edit 但是呢 如果你是要寫 就要edit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把它get回來 那怎麼樣get呢 這邊我宣告了三個value 三個value 的字串 其實你不放這樣也可以 其實直接把這個丟到裡面去也可以啦 那只是說 為了方便 我把它丟進來 那怎麼get呢 用get3 裡面的話呢 給它一個key 然後呢 這個地方 雙引號是一個預設值 預設值是空的 怕說裡面也是一樣沒存東西的話 那就空之外 如果有東西 他就會針對這個key 去把value放到這個value01裡面 然後再利用什麼呢 adtest裡面有set 剛剛是什麼啦 get對不對 那這邊是set 把它set到那個裡面 所以 值就丟進去了 OK 那不過你會覺得很抽象 到底這個東西放哪裡 教各位一個方法 如果你們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切到哪裡呢 我先把它切回到還原 印象中好像在這邊有躲一些東西 在哪個地方 這邊我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就叫DDMS的東西 這個DDMS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說 到底他剛剛做了什麼事情呢 為什麼這麼神奇 可以幫我把資料存在一個地方呢 那你可以開DDMS 看一下DDMS切過來之後有沒有 這邊DDMS 這個DDMS 他有點像是 Eclipse裡面的一個像檔案總管的東西 那他可以看到什麼呢 看到你現在 正在被執行的app有哪一些 其中有一個就是 我剛我們的那個專案 我是放叫label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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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app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把這個app 直接 這邊 Explore Explore OK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memory狀態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DDMS裡面呢 會有一個叫做 Explore FileExplore 就是檔案總管 也就是你可以利用這個DDMS裡面會有一個 怎麼講 他有點像是 手機版的模擬器裡面的那個檔案總管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他到底存在哪裡呢 印象中他應該是放在 我們看一下這個裡面他是幫我們放在 我們的 這個 一個 一個 ROM的目錄裡面 我印象中是DATA 反正跟DATA有關的你就把它放DATA DATA裡面的app 這個是目前ROM的app DATA裡面的DATA DATA裡面的DATA 在FileExplore裡面有個DATA DATA裡面有個DATA 然後往裡面找我們那個專案的目錄 專案的目錄 我這邊叫做Label Label的那個這個 那你把它展開來 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會在 我們的DATA裡面的DATA 會有一個我們的專案的名稱 底下會有一個 Share的 有沒有 這個是Share Prefirmish的縮寫的目錄 然後呢你再把它怎麼樣 展開來 其實檔案呢就在這裡 OK 特別注意喔 所以 他實際上為什麼可以把資料存下來 他是把它放在這邊 那我要怎麼知道裡面到底是什麼 其實在那個 這個FileExplore還蠻厲害的 就是說如果你要把它get回來 我印象中呢 他可以 藉由那個一個一個一個 功能 他這邊可以把它 這邊有一個什麼 上面有一個叫 有沒有 一個是寫過去嘛 一個是 把它讀回來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讀回來的話 在DATA裡面這個專案裡面 然後把它抓到Apple 這個是手機 這個把它抓出來 應該是這個 這邊當然有一個刪除 你不能把它隨便刪除 把它讀到我的桌面上 所以我這樣按這個 他問題說你要把它存在哪裡 放在桌面上 按個確定 好 這個時候呢 就從模擬器裡面 把它抓到這邊來了 這個東西把它按右鍵 你可以用那個編輯器 不過我習慣是用那個 Nordpad++ 不過我這邊我看一下 我用這個編輯看一下 打開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裡面就放什麼東西呢 我把它格式自動換行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 它裡面放的就是 第一個 它是UTF8的格式 第二個 它會有個MAP開頭 MAP結束 裡面放什麼呢 String 裡面的Name 有沒有 這個是02 01 03 分別放這個 這個 實際上它就是一個什麼 XF的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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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試一下 那 DDMS 切回來記得 就切回家吧 記得從這邊切 DDMS OK 那把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是有關程式部分 在雲端上 我有把 這一段的Sauce 放上去 那如果你要理解 那個 像剛剛那個其實還蠻抽象的 如果你要理解 它到底放了什麼 其實它就是放 一個 檔案 那個檔案的名稱 就是我們剛剛取的那個字串的名稱 放在你根目錄 所以以後 這個是模擬器 以後在你手機裡面 一樣會有一個 叫什麼Data 底下有一個Data的目錄 那會有一個那個你專案的名稱 其實在裡面找就可以了 所以 甚至有一些 你們可以在根目錄裡面 每支手機裡面都有很多秘密 它其實都是放在這個 這個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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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裡面 包含人家的通聯 其實 很多時候 像簡訊 通聯 很多時候就是類似用這種方式在把它 紀錄下來的 那如果你可以把xml get回來之後 裡面很多東西 都可以看到 甚至有很多秘密存在 但是這個比較是屬於 紀錄 暫時的 暫時性的資料 那如果說你要儲存的是 永久 這個也是永久性的 小量資料 但是如果你要儲存的是大量資料的話 等一下會講下一個範例 就是講那個 用seql 這個有個叫seqlite的東西 它的角色就比較是屬於 你的資料量就可以比較大 但是這邊的話 因為seql這邊簽到資料庫 因為 我不知道各位對資料庫了解的深淺 這個東西又是一個另外一個領域的東西 所以等一下我會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sample 讓各位了解 那一般其實資料庫 需要理解的大概就是有四個主要的功能 不外乎查詢 把資料查出來 秀出來 放在一個 可能 放在哪裡 放在可能dext view裡面好了 清單裡面 或者放在一個text view裡面 然後 不外乎就是把資料寫到那邊去 寫入 新增過去 再來不外乎就是修改 修改裡面的某一筆記錄 不外乎就刪除 所以主要有四種 查詢 新增 修改 刪除 那等一下的這個範例 也是 很完整的 反正就把這四功能跟各位介紹 如果你可以把這四功能 靈活的使用 我想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就是 永久性的資料 你可以大量 你可以新增 新增 新增 需要刪除就刪除 需要修改某筆就是用修改 然後要查出來 放在哪裡的話 那一樣 就是說 會提供給各位一個sample 這個sample其實也蠻簡單的 這個sample的 第二個作用就是說 它實際上也是一個證照考試題目 當然也是一個範例題 反正 一與兩次最好 如果你學完之後 以後呢 希望 除了可以學會資料庫 SQLite 又可以 有有有時間 那如果你不嫌 證照多一張 Stars的話 那你就 不過這種考試真的是 難度還頗高的 OK 不過至少我覺得是一個敲門專 你將來去interview工作的時候 也不是這個background的人 你 人家為什麼會要你 所以有的時候 要不如你就是拿出作品 要不如你就是直接給人家看 那個QR Code Google Play 下載次數破百萬了 沒問題 對不對 然後不然的話就是你拿出一些 實質的東西 不外乎就這些 看個人的那個 努力的 努力的時間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我發現現在的人就是 怎麼樣 講的人很多 我發現網路上 不缺那個講的人 真的 那個 酸民非常多 每天就看到 都很多酸 但是 如何做的人 真的就很少 有沒有 你告訴我你怎麼做出來 比較重要 不是說 一直在那邊酸酸酸 好像 烤那個沒有用啦 烤那個 沒什麼什麼 不過前提就是 那些人 可能一張都沒有 就一直酸 一直酸 浪費時間啦 浪費錢啦 什麼什麼的 OK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那個 資料庫 這個範例非常 其實你不用死背 反正最重要是了解這個 Shield Preference 這個 類別 怎麼去 儲存暫存資料 那再配合那個 DDMS 有沒有 記得那個還蠻好用的 以後 甚至你也可以 像我之前 又用模擬器 想要來模擬器打遊戲 有沒有 就可以利用DDMS 裡面不是 剛剛不是有抓 出來嗎 那如果你有個App 你也可以把它寫到裡面去 安裝在模擬器裡面 模擬器裡面 也可以寫一點東西進去 不過這個的話 當然 一般人 比較少這樣用 這個我 之前沒事就 喜歡去 隨便 亂玩一下 所以 這裡面功能 還蠻多的 好